最新的假人挑戰 地點可是在慈濟醫院 全台六院春節不打烊 而各個慈濟志工走過的社區 還有減災希望工程的學生 也把握時間向大家感恩拜年 用心跨越距離 慈濟人文之夜不只堅守崗位 提供純潔訊息 大家也提前演藝情形送 用最莊嚴的心迎接新年 過年期間 其實大愛電視台跟所有的行業一樣 有許許多多都是堅守崗位的人 我們也要把這個社會上 在自己的崗位上 始終不間斷地付出的 這樣的愛的能量 透過我們的大愛電視台呈現出來 隆隆鼓聲也為初一帶來震撼感 花蓮金絲金社視訊連線馬來西亞 讓幾百公里外的慈濟之工也能感受回家團員的氣氛 也是要感恩上人 給我們一個方向 建立了這個整個慈濟在馬來西亞 給我們福慰雙修 透過艱苦之福 我們也是要很感恩上人 給我們一個方向 就是要淨化人心 祥和社會 菩薩大招生 而除了視訊 還有遠從世界各地 特地回到金絲金社的慈濟家人 巴拉圭駐華領事也把握休假時間 一起回家向正言上人拜年 祝福新春也能有一個好的開始 帶來新聞花蓮綜合報導